同样在信义乡的台21线 整条道路单单是大小滩方 就有40几处 还有不少地方的路基是整个流失 通往神木村的道路全部中断 村里头的龙华国小 现在是倾斜倒在河里头 小朋友看到学校变成这样 都忍不住哭了 大水无奇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在神木村的龙华国小这里 整座学校已经都倒在河里了 龙华国小的老师们 在倾斜的校舍中进进出出 就算用爬的也要抢救财物 老师你翻去几趟了 头几趟 你有没有反抗过几趟 一定有 先进来来一些 比较校实 珍贵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料 多灾多难的龙华国小 特勃台风严重受损 921震毁 这一次莫拉克台风再度重创校园 9月开学 50多位小朋友 恐怕没有地方可以念书 学校坏掉了 背下大 这边要重复要多久的时间 没水没电的神木村 小朋友要写功课得趁白天 三个小孩跟着外婆 台风那一夜 大家都往山上避难去 陈奶奶是三岁就嫁到神木村 经历大大小小的风灾 家园毁了就重建 却不想离开 因为山下没有他们容身的地方 没车没路啊 你要处理要吃什么 没厨 没什么 从东话国小台21线 105.5K往前没起步路 通往同龄社区的路基整个不见 另一条头96线变道也一样 来沙坝边坡崩塌 已经看不到原来的路 幸好三四百人的社区平安无事 暂时没有撤离的需求 当地民众已经练就出一套 跟土石流赛跑的本事 睡觉地板都会动 土石流的时候石头打枪倒就会动 这次台21线同步以上 之所以会这么严重 主要是跟上游艳色湖崩塌有关 由于整条道路参方多达41处 也让公路单位抢救起来格外困难 记者黄秋赖世杰南投报导